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外务机构已经提出多套所谓加入联合国的剧本方案给安全部门 甚至有人提议台湾可以和太平洋的岛国图瓦卢合并 组成所谓台湾及图瓦卢共和国 以达到借壳上市的目的 连借壳上市这个主意都能够想到 于先生怎么来看这样的提议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不大可能 台湾要跟图瓦卢想合并的话 图瓦卢得答应 问题是台湾要给图瓦什么 图瓦卢图个啥 为啥要跟台湾去合并 而且另外一个角度上讲 如果图瓦卢真的跟台湾 一万不说 真的他要愿意跟台湾合并 他需要面临一个风险 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就意味着无形中在向中国宣战 图瓦卢那个地方人口在一万人左右 然后面积只有北京市西城区的一半大 他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这是行不通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提议 台北艺术大学的叫王云兴副教授 他是脑洞大开 制造一个议题而已 根本是不可能的 他不可能对台湾的所谓的贡献 国际社会 台湾的国际参与提供任何帮助 了好吗 我再专门